有一本新書,學術突圍 我幾十年來的一個學術生涯當中,大概至少到二十多年前 我就開始意識到我們應該在九零年代甚至已經進入到兩千年了 可是整個學術是沒有轉型的 始終都還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所開出來的現代化而建立了學術的知識形 知識形這個詞彙當然是復刻所提出來的 每一個知識年代,稱為知識年代或者歷史時期 都會有一些共同信仰的真理知識固定化的形態 那這些知識都有一些本質論的假定 知識的本質是什麼,加了一個假定,或者一些方法論的預設 那大家都共同拿這一套知識本質論跟方法論 那麼在進行研究,成為一種一個學術社群 大家共同在操作一套知識的模型 不斷的複製不斷的複製不斷的複製不再有一些新的創意 五四的新文化運動,那主要當然是現代化 現代化就是西化 所以對中國古典的一種研究,古典的解釋 很多都是套用西方的框架 或者西方的一個理論套過來,然後就去解釋中國的東西 很多都是不相應,所以各種偏謬的一些所謂的偏見,謬見非常的多 那我想這樣的學術,假如我們沒有辦法能夠去打破它 那麼去做一些轉型 我想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文學,恐怕也沒有什麼太多的一個創意 所以我這些年來不單只是在一些特殊的議題 像我自己的專業非常的多 不管是老子學、莊子學、李商隱私等等各種專門的一些領域 那麼去做研究 我同時關懷的是整個近現代以來的一個學術的這種發展 也是一個學術史發展到我們今天應該會有什麼必要的一種轉型 這個必須通過一個對全面的學術史的一種反思批判 那麼找出他在本質論的假定上有什麼問題 方法學上面有什麼問題 那麼進行一種根本性的徹底性的改革 否則的話學術永遠都是在複製 所以這樣的理念已經在個別議題當中 其實我已經寫過很多的論文 那這一次是把這些東西集結起來 然後用一個一致的這樣的一種學術理念 做出一個統整 所以那邊秩序 我認為我的那個秩序值得很多人去閱讀 總心了解 往後的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文學 應該怎麼去走才正確 因此我把五四所建構出來的這個知識型 想像成一個很大固若金湯的一個城 我們都陷落在那個城當中 被他圍困 那我是在幫大家去突圍 把這個城給他打破 讓大家可以突圍而出 走出一個新的一個學術路線 這個書有 前面有宮鵬城的許 還有那個華東四大胡曉民教授的許 他們都是非常傑出的一些學者 那麼對一些學術理念 都有共同的一些看法 所以他們寫序也是等於一起來呼應這樣的一種學術轉型的必要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這是一個學術 這不是商業廣告嗎 這是一個學術的推展 我們今天繼續讀《賈生》這一首詩 《賈生》 上一週我們講到 《可憐夜半虛前喜》 《珍 詩妹》ike 《可憐夜》 《詩妹》的意思 《可憐夜》就是可惜 《可憐》就是可惜 《可憐夜》 想重新去啟用他,再宣誓召見假意 正好漢文帝才剛剛祭祀鬼神 祈求鬼神能夠除災降福 有敢於鬼神 對這個議題特別有興趣 問假意有關鬼神的事情 假意為他做了一些解說 漢文帝聽得非常有興趣 前習古代席地而坐 不斷的望前挪動 靠近假意 當然表示他聽得非常入神 聽得非常有興趣 但是為什麼是可惜 因為他問的卻是鬼神之事 而不是蒼生的事 一個帝王所應該關懷的是什麼 國際民生才是一個帝王應該去關懷的事 這個事情不去問財子假意 因為他沒有扁到長沙王的太傅之前 漢文帝那時候 已經有很多點贓制度 所以有假意來制定 所以他的財調無論 非常出眾 這麼樣的一個有才能的層次 總應該好好的重用 在國際民生的問題上 多多請教他 可是他不問長生 問的卻是鬼神 鬼神是個虛無的事情 我想中國古來 從殷商的巫術文化 本來也都是對鬼神 有相當的信仰 可是周文化 周代文化最大的一個特質 就是理性的覺醒 那理性的覺醒 人間的事 尤其是政教這麼重要的事 當然是用人的理性 去做了解 去做選擇 去做決定 何須要去問鬼神 所以儒家 他 孔子曾記 周文化的 李樂文化 甚至於做了哲學上的突破 提出李樂的本質 就是人 因此孔子對鬼神 他相不相信有鬼神 有啊 他還是相信 這是事實問題 但是儘管事實是如此啊 但是孔子也主張 敬鬼神而怨之 你敬重他 可是你要遠離他 不能由鬼神 來決定國家大事啊 所以周代文化 是個理性的文化 鬼神的事情 不應該介入到一個 政治上的政策的一個決定 那漢代尊儒 那總是應該要用理性去做一個決定 你想到漢文帝 算是一個好的國君喔 漢文帝不是昏庸的國君喔 可是在這個時候呢 不免還是 迷於這個鬼神之事 跟他談得竟然是個鬼神 所以陶淵明的詩歌裡面 曾經就有一首詩 開頭兩句 就很清楚 天道 幽且遠 天道 哪怕 不一定是鬼神 就是 就是有沒有一個天道 有沒有一個鮮艷的那個天道 這個都不可知嘛 因為他仙女經驗 你根本完全無從 然後去證明嘛 所以你看論語裡面才會講 孔子怎麼說 孔子是說 子 喊言 性與天道 孔子很少去談性 孔子的人性論 並不是那麼明確 性相近 喜相遠 他並沒有非常明確的 一個性論 他也不太直接去談天道 因為天道 幽且遠 根本就非常遙遠的 超越我們經驗 所能認知嘛 孔子談的是什麼 日用之間 日常生活 所用的 這些道理 人倫之道 這是我們每天 生活當中都必須去做的 必須去實踐的 那麼這代表事觀道德 那麼這個部分 是孔子會去講的 因為這是我們做得到的 我們也經驗得到的 這天道 不用去談太多 那你怎麼知道有天道 那後來當然 孔子也說 見人以至天 你只要把人道 人德 好好去實踐 你就會體會到 的確有個天道在 通過對於人道的實踐 就可以體悟到有天道 所以貼切於這個 人間事 當然還是要談 你是蒼生問題 不是鬼神問題 所以陶偉銘接著 有說 鬼神盲昧然 陶偉銘認為 鬼神 是一個很盲昧不可知 當然盲昧不可知 無從證明 所以鬼神的事情 永遠都不是科學命題 無法透過科學去證實 實驗證實 的確有鬼 的確有神 因此鬼神是一種信仰問題 信仰是主觀的 不是科學的客觀知識 科學其實進步到 不要說二十一世紀 再過好幾個世紀 人類都無法透過科學研究 去證明到底有鬼 有沒有神 所以這基本上都是一個信仰問題 信仰都視作為主觀 那這種盲昧的東西 你去相信它 那你切實與現實的 我們所謂的現實 是我們所面對的這個 當下的存在 這個時間這個空間的 當下存在的這個社會 種種有關 人的一種生活 或者政教的問題 你就不會認真用理性去思考 你一切交給鬼神去決定 那就糟糕了 所以這個地方 不問蒼生問鬼神 假如一個帝王 一個國軍所幹的事情 都是不問蒼生問鬼神 那就糟糕了 那你說這裡頭 這句鬥是在 責備漢文帝嗎 不盡然 雖然歌詠的是 漢代的假義 是個個人 歌詠的是漢代的漢文帝 是個特定的帝王 但是永史之所以有意義 有價值 都是透過對於古代某一些特定的人 特定的事的歌詠 但是最重要的 他要極個書極普片 所以所謂的極個書極普片 是指一個個別的人事經驗 是指一個個別的人事經驗 就是漢代的漢文帝 就是漢代的漢代的漢代的漢文帝 《博問昌生問鬼神》是個個數的事件 就材料來講,寫作,不管作詩或寫上文 當然是取材與具體的經驗,不是抽象的概念 因為文學不是在講一些抽象概念 文學通通都是以具體經驗在書寫,當材料 可是一個好的文學作品,假如寫的是個書的人、個書的事 還是停留在個書的人、個書的事 意義沒有升華,價值沒有往上升華 這個文學作品是不太能夠引起共鳴的 一個好的文學作品,要從個書的人物、個書的事件 作為經驗材料、作為題材 但是詩人、文學家要有那個本事 能夠付給個書的人、普遍的人生的價值、意義 這個才是好作品 所以它相及於個書的人、世的經驗 要升華上去、提升上去 能夠表現出對整個人生可能會有的那種共同、普遍的經驗、意義、價值 這個才是最好的作品 我們解釋一個作品 也不應該一直停留在對一些個書的人、世去做解釋 那這個就像在猜謎語 你總要有一個具體的謎底給你 你才會滿足說 我這樣已經把這首詩解釋清楚 這個是我們中國傳統以來的古典式的監視裡頭 一直長期存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作者本意問題 一定要有個作者本意 那這個作者本意常常就是要連接到一個特定的人、特定的事去解釋 這樣一種解釋的形態 假如說不能轉變的話 我想很多詩都被糟蹋掉 我們後面將來會講謹色那一首詩 謹色那一首詩 大家覺得很悔色 為什麼覺得悔色? 因為你總要找到一些特定的人、特定的事來解這一首詩 而你不找到特定的人、特定的事來解謹色那一首詩 你就說他悔色難解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應該找一個詩人明明不想去寫出一些特定的人、特定的事 把特定的人事都化掉了 他變成什麼? 我們稱為叫敬 意敬 意敬不能夠特別去指 一首詩真正重要是意敬 不是人事 人事是原來的素材 那詩人用一種原來的素材把它升華變成一種普遍的意境 讀者還不懂得從這個普遍的意境去理解 去發揚它的意義 又把它拉為素材 這個是非常奇怪 蜜蜂用花粉去釀成花蜜 就像作者用素材去寫成一首好詩 那你不知道去品嘗那個蜜的滋味 你一定要把它還原為了花粉 這搞什麼? 文學的理解跟詮釋 不能這樣做 這樣做好詩全部被糟蹋掉 那像李善禮詩 很多基本上詩人是把那個所謂的特定的人 特定的詩 就是我們所謂的個書 隱藏掉 轉化掉 昇華成一種普遍的意境 成為含著普遍的意義跟價值 我們不能從這個地方去欣賞 還要還原回到它的原始的所謂的作者本意 這樣的解釋絕對是歧途啦 這種歧途不能一直走一直走 到我們今天二十一世紀都還在這樣解釋 古典詩的研究沒希望 我非常嚴重的警告 假如我們今天二十一世紀的這些學者們 在解釋這些古典詩還是在走著古人這種老路 古典詩研究 不可能現代化 不可能當代化 不可能有新意 都在重複古人的說法 甚至於兩種說法 因為你會發現作者本意 絕對不會只有一個 因為監視者說這樣 那個監視者說那樣 假以丙丁各種答案都有 那我們現在所做的研究 常常在假以丙丁裡頭 經過討論 最後我們的學者說 以假那個講法最正確 假如是這樣 那張爾田說 在批判牛黨 武中崩 上一個星期就已經講過 張爾田是把這首詩 一樣 他只是放在各書的意義上解 特別拿一個特定事件來解 唐代的特定事件 就是這個 牛立黨登到唐宣龍的時候 用了這個白敏忠 所以就把被李德裕扁出去的那些 牛黨的人一一召喚 這個就是 還是把他還原回到 一個材料的那個地方去 哪怕李章穎真的有這個意思 他也被化掉了 被昇華掉 被轉化掉 何況你只是猜測 事實判斷不能用猜測 開車是不對的 逢號後面的號約 另外又是一個作者本意的 另外一個答案 那請問這兩個答案誰對 那我們現在很多研究 就是在兩個答案當中 來斷定其中哪一個答案是對 那你自己呢 學者自己呢 學者怎麼講 什麼講法也沒有 因為你沒有思想 你只是在拼湊這些文獻史料 做選擇題 學術研究不能這樣做 這樣做 學術永遠沒有希望 文師法要學術突圍 這個就要學術突圍了 古人喜歡這樣做 因為古代不管作者不管讀者 其實都是世人階層 講來講去總是跟政治有關 跟政教有關 好像很多事都要導向那個政治 這個叫意識形態 文化意識形態 基本上會變成一種 對人的思維的限制 你大概不再會有一些 新的想法出來 我們今天二十一世紀 我們還有這種 世人階層的意識形態嗎 沒有啦 那你現在二十一世紀 已經沒有像古代那種 所謂的知識分子 那種世人 什麼事都要扯到政治 一個開放的社會 一個社會階層已經被解構掉的社會 還有什麼這樣一種知識階層 不能老是沿用這些既有的框架去讀中國史 所以我想學術如為有創造 就是一個創造 所以雖然取材自古代 在假意 那取材自 漢文帝 跟假意的 一起之談 可是這個事件 作為材料 不能永遠把 這首次的意義 只侷限在原來的素材去解釋 這裡頭一定要往上 提升到一個 比較普遍的意義 這個普遍的意義 我們假如把它稍微做一種共同的普遍經驗去看的時候 這裡頭涉及到中國古代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軍傳的關係 軍傳的關係 不是只有漢文帝跟假意兩個人 這只是一個案例 歷朝歷代 都有軍傳關係 這個軍傳關係 很重要 至少會有兩個基本形態 英明的國軍 跟賢能的臣子 一定是連在一起的 只有英明的國軍 才會用人才 而能夠有賢能的臣子 相輔相成 國家政治 就非常清明 另外一個形態 昏庸之君 和喜歡逢迎慘媚的臣子 這個也是掛勾在一起 昏庸之君 能用的 都是一些喜歡拍馬屁 慘媚的臣子 勾結在一起 這個就是時代的亂 政治的昏暗 政治黑暗就是這樣來的 你光有一個英明的國軍 底下沒有一群賢能的臣子 這國家政治不可能辦好 因為政治是 集體抑制的事 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 政治永遠是公共失誤 公共失誤就是集體的抑制 眾志層層去把它完成的事 這軍臣的關係 到底是一個 聖賢的國軍和一些 能力很好的 品德很好的臣子結合在一起 還是個昏庸的國軍 跟一些慘命的小人的臣子 航瀉儀器在一起 這決定國家的治亂 很簡單的道理 李尚寅關懷的是這個 這個才有普遍的意義 這樣講才有一個普遍的意義 而不還只是在指一個個人意義 所以這裡頭你會看到 有一個才調更無倫的假義 你看多有才幹 可是有沒有一個真正能夠知才 有才幹的臣子 人才必須要有能夠知他用他的國軍 知才用才的國軍 好好能夠把這些人才 適得其用 擺在一個能夠讓他發揮才能的一個位置上面 否則的話這個國家就沒希望 所以底下那個 漢文帝 整個來講他不是一個 昏庸的國軍 但是在用假義這件事情上來講 他的確沒有真正好好 從頭到尾的 一貫的去 善用假義這個人才 這個叫違德不足 用人才 違德不足 前面 雖然假義也提起的確 對漢文帝有了很大的幫助 可是受不了壓力 朝中老臣的壓力 受不了一些地方諸侯王的壓力 一個好人才 最後他還是不能用 這個地方到底 怎麼講 就是說 漢文帝也許有不得意的苦衷 有不得意的苦衷 有不得意的苦衷 因為政治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古代王帝也不是為首欲為 他還是要顧慮到其他的臣子的一個觀感 但是無法堅持 用一個好人才 這也表示漢文帝的某種 應有的堅持還是沒有做到 所以我們會看到另外一個詩人 唐代另外一個詩人叫劉長青 這個各位都會熟悉的 劉長青 我們唐頌詩主要 前面就有選到劉長青的一首詩叫 《長沙過甲義宅》 那一首是典型的懷骨 因為題目就清楚 劉長青被匾到南方去的時候 到長沙 到長沙 經過甲義的故宅 進去甲義的故宅 去遊覽一番 心中自有感慨 其中間有一句 漢文有道恩由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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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妖起之乱 賈役到長沙 過香水 寫吊曲原文 吊曲原婦 香水無情 你去祭吊七元 吊請之 能夠了解賈役 你內心的那樣一種沮喪 那樣的一種悲哀嗎 最重要的是唱片那一句 漢文有道 恩有勃 漢文帝 是一個有道之君 他不是昏君 他是有道之君 那這樣一個有道之君 恩都還是那麼勃 對賈役 恩還是那麼勃 那這話就話中有話 各位體會一下 國道之君 為什麼還對陳子 的恩 是那麼勃呢 那想必有 皇帝的權力之外的 某些壓力 就剛才講過 是有些這種 朝廷內外的壓力 不得不把賈役 給丟掉 不敢重用賈役 言外之意 當然也是意味著 漢文帝 漢文帝有道 對陳子都勃了 那請問 假如碰到一個無道的 昏庸的國君 那恩 那不是更勃嗎 話中有話 體會一下 對嗎 所以這個君臣之間的關係 的地確確是古代 治亂的關鍵 治亂的關鍵 你上癮的關係 大概也不僅僅只是 這些個別事件 而是整個政治的問題 我剛才所講 整個政治當中的一個 軍臣關係 是怎樣才是一個 最好的關係 理想 就應該是有聖軍賢臣 能夠 癒合在一起 所以這裡頭 我們就不免會聯想到 朝明文選裡頭有一篇 李蕭媛 李康的運命論 運命論 就是非常典範的一種文章 不妨各位去搬出來讀讀看 因為李蕭媛在談一個問題 就是運命這個不單只是個人的命運 他講的不是只是個人的命運 是個人的命運 這個個人命運指誰?指的是臣子 這個臣子的個人命運和國家的命運 國家是群體 國家是群體 一個臣子是個人 可是國家的整個命運和某一些臣子的命運 是一體的 就是我剛才講過 軍臣之間的鬱合 軍臣之間怎麼鬱在一起 怎麼鬱在一起 怎麼鬱在一起 所以他就講了 意思 就講了 當一個國家 實也、命也、運也 到一個國家 某一個歷史階段 非常興盛的時候 通常會有聖君出來 一種非常聖明的天子出來 聖明天子出來 也會有一些非常閒冷的臣子 相遇在一起 使得這個國家 那一段時間 政治非常清明 國勢非常強盛 所以個人命運 跟國家的命運是一體的 在古代的軍臣之間 都是如此 所以你看 商湯遇到衣飲 才能成為商湯 可以去把那個下節給推翻掉 建立一個那麼強盛的王朝 周文王 能夠遇到呂善 你看 他才能夠把這個 周代 能夠推翻這個奏王 建立一個非常 強大的一個王朝 這都是君臣癒合 所以這首詩 你要這樣去賭這首詩才深刻 意義才會豐富 才有他的普遍的意義和價值 否則這首詩 你說他去批這個什麼 批這個什麼 那跟我們何關呢 我們現在已經是 二十一世紀啊 我又不是唐代 他批批批批 批批批 批批批 批批批批 其實好詩的普遍意義 是不管哪一個時代的人來讀 都對我們是有意義的 那個才是好詩 所以 李商隱詩 清代以來這個詮釋傳統 說實在話 真的在糟蹋李商隱詩 所以你說李商隱詩有沒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當然有啊 你不要以為說 李商隱詩從清代初年 祝賀林以下建築本那麼多 什麼話都被講完了 就沒有什麼研究的空間 不是的 你要去反思 要批判 反思批判前代這樣的一種知識型 真的把李商隱詩的精華之處都解釋出來 很可能不是 很可能就是遮蔽 被這些諸和林以下這個傳統把它給遮蔽了 所以我們從開始講李商隱詩的時候的概論 就已經很清清楚楚 帶領各位去了解整個李商隱的全事實 那些全事實要同來 全部都要批判 全部重來 而且這樣的一個監柱 李商隱整本書的監柱 包括一些個別的論文 即使到了我們這個年代二十一世紀 還是這樣講啊 你有沒有看到有什麼其他不同講法 一樣 到了我們的前輩 我想徐富冠先生是了不起的大學者 可是他在講李商隱的環繞景色詩諸問題 李商隱環繞李毅三的景色詩的各種問題的時候 他走的還是老路子 只不過是把和令吳家的恩怨 轉成跟王茂元家的恩怨 同樣的講法啦 這個東西一定要打破啦 所以我很多年來一直很想去寫一本那個李商隱詩的一個 比如說李商隱詩新監或什麼之類的 大體上是把李商隱詩重新再做監柱啦 一直忙著 因為各種論文要寫 我要寫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一直還沒有辦法輪到這本書啦 那但是方法 方法論的問題我已經建立出來 所以我那個李商隱詩監視方法論 其實已經重新反省千代兩百多年來的 李商隱詩的一個監視史 重新做反省批判 解構掉這個詮詩史的一個傳統 目的是轉出另外一個新的二十一世紀 可以研究李商隱詩的一個新的一條路 那我現在七十幾歲 到我餘生到底還有沒有時間去把李商隱詩新監寫出來 我也不得而知啦 人的健康問題永遠你自己不知道啦 後面我要寫的書還有三四本 很辛苦啊 不過我把這個 這個對李商隱詩的研究 堅助詮釋的一個新的一個路數告訴給各位啦 那好好去讀一下我那本李商隱監視方法論 重新做一個轉型 說不定會出現一些 能夠轉出一個二十一世紀 我們人文學者對領上一次的重新詮釋 那你們都是研究生啊 未常不可以去嘗試看看 重新改變 這很重要 所以這首詩 要依照張偉田那麼 張偉田那麼也去講呢 這首詩變得毫無意義啦 那也有什麼多大意思呢 沒意思啦 所以張偉田花了那麼大的力氣去做玉熙生 年卜慧堅 那麼去寫這個玉熙 李一三的詩變 他由於這個這個一本就變熙他的詩 十字七八通通沒有意義啦 那種書大概 當然你要你要批判他 你還是要讀他啦 他批判完了 你不要照著他講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不通過對這些東西的批判 你也不知道要怎麼講才對 那只是一個 讓我們有個新的一種思考 有個對照系而已 千萬不要去跟著他講 你要跟著他講 你就裏上一次不用再研究 再研究還是一樣錯 一樣的錯 一樣的悟謬 我想這個是提供給各位參考 陳舊聖應該有一個新思文出現 好 休息 好 晚安 好了 好 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篇可以读看看就知道 给出一些比较基本的理念 比如说我里面会举一个例子 就是陶渊明诗的一种诠释 过去总是一直不断固定在 陶渊明是个隐异之士 陶渊明是个结义 结义就是对 他终于这个禁东进 因为他的祖父 这个陶渊当过那么大的官 所以陶渊明承认东进 那不承认那个刘渝 串掉禁之后的那个刘宋 所以他的什么诗啊 那到了后来就 就就就 留一创案以后呢 他就只有 记那个甘之纪年 那就不称那个 这个这个 这个皇帝的年号 那就把它 形塑成个 结义之士 就是这两个基本的一个 固定的这样的一种刻板印象 好像陶渊明跟他的诗 就是只有这两个面相 这当然有这两个面相 你可以说有啦 但是绝对不会只是这两个面相 那古代会把它 形塑出隐异跟结义 这基本上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 那种世人阶层 一直存在的意识形态嘛 就出处进退嘛 不能够出来做官 那就退而独善其身嘛 所以古代的隐异文化就很重要嘛 所以证实里头都有隐异传 那古代又一定会在提倡 综艺 提倡节操 那一个知识分子 要众与王宿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麻醉剂啦 对那个王权的这样一种麻醉剂 所以你到最后甚至还要训国类 明代王调 那很多都要训国啊 这种都是古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个文化意识形态 当然二十一世纪还有这个吗 没有啦 我们二十一世纪 还有这一套吗 没有嘛 二十一世纪已经没有什么知识分子了啦 高学历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好吗 我们现在知识分子必须要重新定义啦 不是说高学历就叫知识分子 因为知识分子 是自于道 古代的知识分子 所谓是 这儒家来看就是要自于道 你没有道你也不能叫做是啦 可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百行百业 非常的自由 不需要这些东西 那因此我们现代人的老代理 我们的心灵里头 其实已经没有这种文化的意识形态 当代 我们当代 一个读者 是怎么样看世界 是怎么样看人的存在意义 大概已经很少人会用隐意去看待嘛 用什么中意去看待嘛 不会啦 我们终于回到常人 我们只是一般的常人 常人就是作为一个基本的自然人 我们所面对的生活里头 各种喜怒哀乐 回到常人 所以我重新用现代的21世纪 我们读者都是常人 所以我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叫常人意识 就是我们都是常人 你说哪一个不是常人 都不是世人 但是 这个是个阶场 回到我们大家都是常人 总统是不是常人 总统当然是常人 他拿掉总统那个身份地位 回到家里 他是不是人家的女儿 是不是啊 他是不是人家的儿子 是不是啊 是不是人家的兄弟姐妹 是不是啊 这常人啊 他会不会生病 他会啊 他会不会有时候情绪不好 会啊 他会不会因为吃到一点好吃的东西 感到很高兴啊 会啊 这个就是常人 这些东西能不能写到文章里面去 可以啊 能不能写一首诗 可以啊 其实陶卫明的诗里头很多表现常人意识 杜甫的诗里头好多好多 也都在表现这种常人意识 我们老是把杜甫说成一个 忠君爱国啊 就形受成这样一个刻板印象 杜甫的很多诗 其实 写的就是一般日常生活 尤其他在成都的那段时间 根本很多都在写日常生活 老期画纸为奇举 字子敲针做吊钩 你看 多么样的日常生活啊 难道这种诗没价值吗 当然有价值啊 怎么会没价值呢 所以我们把一个人 整体的人片面画 切成一片一片一片 那现在古代就剪了两片来讲 那其他的片呢 就被忽略了 就不见了 那我们今天作为当代的学者 我们活在现代 以我们的生活经验 我们所建立出来的主体 读者 本身就是一个主体性 这样一个主体性 有没有一个当代的主体性 这个当代的主体性 假如无法建立出来 我们对古典的阅读 永远都不会有一个 当代化的 所谓的当代化 具有当代性的一种诠释 所以学术要回到你自己 学术永远要回到 读者自己 研究者自己 学者自己 你是活在当代 你必须有当代的这样一种 生活的体验 建立一个当代主体 从这个当代主体去看看 被你研究那个对象 有没有和你一样的那种意识 比如说我们有常人意识 陶渭明有没有常人意识 有 他除了那个四人阶层意识 他还是有常人意识 只是古代被埋没掉 我们重新发现 杜甫有没有常人意识 有 李白有没有常人意识 有 苏东坡有没有常人意识 当然有 古代的每一个诗人都有常人意识 但是这个部分被被掩盖 被诗人意识掩盖 不是隐退隐 就是进取 都跟政治有关 都是这样在看古人 那他日常生活 那个常人 永远被掩盖掉 那假如一旦他有些写到 常人的生活经验的时候 比如说男女之情 是不是常人意识 时色性也啊 男女之情 就是我们任何人都会有 只是古代很避讳这个东西 那表现这种常人意识 最多的是什么 词啊 曲啊 小说啊 这些被视为比较次流的 不是主流 不是庙堂文学的 这种文体词 词你看 写了多少男女之情的作品 多得很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庶民性的文体嘛 它起源的时候就本来就是流行歌曲嘛 就是庶民的东西啊 原曲也是啊 小说它更是啊 所以小说里面的常人意识都表现了这些作品怎么样 要么就被扁 你只要写到这个里就被骂啊 这个是非常俗不可耐啊 教坏子弊啊 会赢会盗 你到了梁启超他们都还是这样讲 梁启超那个时代 提倡新小说 都还是把这些这种水舞传啊 金品美啊 会赢会盗 会赢会盗 那当然就是贬低嘛 责骂 好像羞语谈这些事情 坦白讲 梁启超是不是常人 当然常人啊 你难道梁启超没有食色吗 我就不相信他没有食色 他有吃好吃的啊 他很欣赏美女啊 只是你没有愉悦 有没有愉悦道德 只是这样而已嘛 不要把这些文人神圣化啊 哪一个文人不是普通人啊 不要来这一套的 这个都是虚假 虚假 所以怎么样回到一个真实的 这样一个人的存在 这是我们二十一世纪 做古典研究很重要的一个 思维的转型 所以这些比较具有庶民性的 包括很多俗文学 你不是把他贬低 责备 那就是搞什么呢 搞一个彼性寄托嘛 彼性寄托 男女之情通与君臣之义嘛 解释理商也不是这样解吗 你看他的五体诗 明明写的是男女爱情啊 他为什么一定要把他转成变成这个 这个不管是君臣之义 对国家的奉誉或者对令狐家的恩怨是非 全部都转到政治上去 变成比经寄托啊 在古代这些知识分子的读者们 我们可以回到一个历史情境 说同情理解 同情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去阅读诗 这样的去解释这些诗 可以同情理解 同情理解只是因为我们回到他的处境 了解他们会这样的去思考问题 但不表示我们 十一世改今天已经二十一世纪 我们还得去同意他们这样讲啊 这是两回事啊 同情跟同意是两回事啊 同意是表示你认为他讲的是对啊 所以我们到今天二十一世纪 我们有什么新的这样的一种 人的存在经验 有什么新的价值观 重新去解读古典 当然你不能说 我这些新的一种价值观 新的一个古典的这样一种 体验都是对的 因为这就会变成绝对主观主义了 因为这样的一种 现在当代的一种 人生的存在经验是要有 因为这个地方才有一个主体性出来 读者学者才有它的主体性出来 但是这样的主体性的体验 请问你原本的 研究对象的文本有没有 你还要进行一个诠释吗 有没有 可能有 可能没有 那有的话 那它就是被掩盖掉 或者被忽略掉 有意的这个部分的作品不解释 不理它 或者解释之后 我刚才讲过 不是贬折 就是用笔经寄托去解释 它是存在的 它只是被掩盖掉 被排挤掉 我们从排挤掉了 重新找回来 掩盖掉了 重新把那个掩盖的东西拿掉 它的真实面目就出现了 跟你的生活的现代生活经验 正好可以主客 视域融合 就可以开辟一条新的一个 诠释的一个录像 转出一个新的诠释 才具有所谓的现代性 当代性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假如说连这种观念都转不过来的话 我不觉得你的学术研究会有什么开创性 这很重要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都要重新理解 那像张二田 冯浩解释假生 这种讲法 有他们的时代性 但是要少掉 一定要少掉 否则的话 这首诗的意义就被他们掩盖了 所以冯浩说 一山退居数年 冯浩认为说这首诗的一个主题 作者本意是什么呢 说李一山退居数年 这是指了什么事情呢 唐武中会昌四年 李商尹的母亲过世 他就奉着他的母亲的商葬 他就回到他的故乡淮州 这都讲过 淮念的淮 淮州 在河南的淮州 然后后来搬家到永乐 永远的永快乐的乐 搬家到永乐 李商尹在永乐地方 闲居 就没有出来有官職 闲居的四年 到了大宗元年 唐宣宗 唐武中到慧昌六年就过世了 到了大宗元年的时候 就应正亚 这个我们就讲过 正亚 奉这个应正亚的征召 去当桂馆观察室的幕僚 正亚那时候去出任桂馆 桂州桂花的桂 就是今天广西 管理的馆 桂馆观察室 李商尹当他的幕僚官 这个做的工作就是掌书记 掌管一些文书 所以冯浩一样把这首诗 是西年同样是西在大宗二年 跟张若田西年是一样 都在唐宣宗大宗二年 但是 他的主题 两个人讲法就 就不一样了 张若田说是他的批判扭党 批判扭党 那冯浩呢 冯浩呢 冯浩是说 一山退居数年 起而用辟 就是正亚的征召 故梅以足克足臣自御 唐人习气 这个有点空洞 讲得水口夫扯 上章 上章 上章就是前面 第三百零九页 三百零九页 四位翻到三百零九 三百零九有一首 有两首叫义俗二首 三百零九 有看到义俗二首 义俗二首有一句 假生奸是鬼 这一句 这里也用假意 跟鬼神的关系 那么说这个 上章也以 义假生自彼 此盖 这首诗 是为什麽而做呢 写作动机是什麽呢 到昭州 修世世也 到了昭州去 昭州是在哪里 昭州是在 廣西 的平樂縣 平就是 太平的平 快樂的平樂縣 廣西的平樂縣 到廣西平樂縣 做什麽呢 射守 昭州 昭州 此盖至昭州 修世世 那到昭州去 其實他出任了一個任務 叫射守昭州 射 射同是叫戰射 去代理 古代社政大臣 社通常就是 不是正式的 是有点代理性質 射守 然後守當然是 當太守 唐代的時候 那個 節度使的幕僚 節度使算是 一個地方最高的主管 他下面的那個幕僚 那麼 假如他 一個道 的節度使下面會管好多州府 那這個州府 假如說 或者是某一些縣 州啊 縣啊 有主管有出缺 比如說這個州 短時間的 新任的太守 刺史還沒有來 不能沒人管 所以常常就 節度使的幕僚會派人去 暫時的來 掌管 那唐代這個情況 是有啦 這沒問題 是有 但是李商隱 到底有沒有去射守 這個 這個 這倒是不確定 但是 被 認為是可能啦 所以他把他安放在這樣的一個 事情上面 所以他到 昭州去 又同時 來這個 修飾 這是有關祭事的問題啦 所以呢 因為有敢於這個鬼神嘛 所以故以借蓋啦 借蓋 不解者 哪以為議論 所以那些 冯浩還批評人家 那些不解者 就以為是在做什麼議論 這個很好笑 他自己不解 說人家不解 這是非常好玩的事情 其實他就是不解 本話是不解 所以才會把這事情 一定要附會到 跟李商隱的事情有關係 其實 你說 他當作一個永史詩 在做這樣一種 君臣關係的議論 對不對 反而是正確的 人家的解釋沒有錯 你說是 在講 賈生懷才不育 都還比他這個 說得更正確 所以 唉 解釋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啦 但我覺得說 有關李商隱的詮釋史裡面 你以這個文獻史料 用功的程度 發的一個力氣 最大的就是 馮浩、章兒田 效果最差的就是這兩架 你可見 解釋不是容易的事 解釋假如沒有體會 何光只是靠文獻史料在堆砌 在做考證 保證那個詩 絕對讀不好 因為這兩人 通通都是靠文獻史料的考證 在解釋啦 而對詩的本身 反而缺乏一個 體會 沒有體會 光靠這些考證 不可以解釋 所以讀詩 那個主體很重要 那主體有沒有一種 體驗、解悟能力 有時候比歷史考證還要重要 歷史考證是一種輔助 它不能替代我們對一首詩的一種體會 那在做主觀體會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歷史參政是可以的 做一個參考 可以 那你不能把外面的歷史考證的事情 塞到一首詩裡面來 這個叫穿著 這個就變成穿著 解釋最好就不要這麼穿著 這個 我想這個 通過一首詩 我還是給各位講一些 我關一首詩詮釋的一些很重要的方法論的問題 所以你應該會有很大的啟發 所以你應該會有很大的啟發 好 接著我們來讀他的一首 這個 醜比意 醜比意 這首詩就比較沒有那麼多 這種 作者本意的爭論 是因為這首詩是比較正統的詩 正統的詩就是說 的確會在一個歷史事件當中 直復 復就是說不用比性 因為用比性就 言外基多就有說就會爭論 但是直接的在史事上面下議論 那麼這個通常就會比較接近我們 史傳裡面 二十五史史傳當中 史傳當中 把這個人的傳記寫完以後 史官通常會來一個史成約 從史之開始就太史公約 或者是藏約 或者是史成約 或是史成約 還跟前面的人物 所謂所謂的史坪 史晨或史論 進行評論 這個地方會表現出一個史家的史事 前面把他的一個聲典做序復 最後史晨 那像司馬遷修史記的時候 基本上還沒有那麼 因為他是史官 那史官本身就有這個責任 可以修這個史 你知道 中國古代不能夠 詩人不能夠隨便修國史 國史的這種撰寫 是國家的權利 詩人不能隨便做 因為古代對歷史非常重視 你自己寫一本國史 你可以是野史 詩人的一些傳說技術 這個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擺著一副代表 國家政府去寫一本史書 那你就犯罪了 你就犯罪了 所以二十五史是官修的 那因為太史公 聖馬遷具有史官的一種職務 所以他當然可以去寫 但是他寫史記的時候 事實上有一點半詩人的狀態 他身分是可以寫國史 但是他不是奉皇帝之命去修史的 還是他自己 以他史官的這個職務的關係去寫個史記 所以我們後人也會覺得 他把那個漢代皇帝 比如說漢武帝啊 很多地方寫的可能不是 那麼符合漢武帝自己 叫漢武帝自己的個人意見 武帝本紀不是這樣寫的 他不會把那些糗事的都寫出來 所以還被認為說 司馬遷寫這個史記是謗書 毀謗的謗書 這當然有點過分 當然漢 漢書就是很正式的官修 後面大概幾乎都官修 那個官修的史書就代表國家立場 所以你知道後面那個史成約 那就是國家政府立場 不能死官個人的一種 好惡的意見 盡量避免 否則的話 你這個地方可能會惹出一些 犯罪出來 一些災禍出來 代表國家的官方立場 所以這個地方 史平史論是很重要 不能亂約 不能亂約 約得符合朝廷的一種立場跟觀點 所以這個部分稍微要了解一下 那這裡也會看到一個史官的事 因為歷史 歷史不是只有把事件敘述出來 敘述本身就會寒著某些評價 這本來就為了 春秋 唯言大意 春秋的筆法 書法就隱含了這個東西了 但是後來的官修 基本上就不太用春秋筆法 因為那個地方 唯言大意 誰猜得到呢 所以都還是前面是敘述 前面永遠不能把一些符合歷史的事件 給敘述出來 那所謂的歷史的第二序 第一序是描述 敘述 第二序就是詮釋 評價 那你看這個史論史平就是詮釋評價 對這個人對這些事件加以詮釋評價 那這個是史書上面的東西 詩歌裡頭有沒有呢 有啊 永史本身當然不是一個正式的史書 但是拿一個歷史的人 歷史的事件來做一個歌詠 這裡面當然會有詩人的史論 會有詩人的史事在那裡面 那像這一首詩 基本上也就是李商隱去對 諸葛亮這個重要的人物 給出一些評論 我們前面講茂林 講隨公 裡頭當然有史詩 但是那個史詩是比較隱晦的 因為他是用一種嘲諷的 言外之意的嘲諷在寫 不是直接去陳述 那這首詩是比較直接陳述 直接陳述 因為祖葛亮這個人不需要嘲諷 為什麼需要嘲諷 因為那個人有負面才要嘲諷 正面就不用嘲諷 負面的東西就要嘲諷 漢武帝有他的負面 好財好色 好享受 好神仙 這個是負面 所以徐陽帝 那根本不用講 負面太多了 所以刺惡 特別需要品聲嘲諷 正面的一般的宋美 宋美就不需要做太多的一種拐彎帽角 所以這首詩我們來讀 你會看到從命題開始還是一個懷骨的命題 來做一個永史的一個書寫 這是他常見的模式 但是只是這首詩跟前面的差別 是他這首詩永史的時候 他還是一個直成其事 所以用意象 只有前面那一臉 魚鳥 那麼有一些 版本作圓鳥 那假如說這兩個字沒有版本學上的一種根據 我會選擇用圓鳥 因為圓鳥都比較屬於一個山林的 這樣的一種動物 那魚鳥一個就在水裡頭 這兩句是透過一個異象的一種書寫來起興 可是注意到這兩句即使用的異象 也不見得是眼前景 眼前景就是眼前的實景 還是一個想像虛構的異象 就如同指全宮殿所焉峽 欲取無稱作第一家 也不見得是眼前景 那一樣就是一個想像虛構的異象 徒令上將揮神筆 中間翔王左轉驅 那這兩句就開始 就是直接下議論 直接下議論 管月有才真不舔 官長無命欲何如 這兩句一樣直接下議論 他連錦裡經辭廟 兩輔銀成恨友誼 這地方就抒情了 我前面寫景象 中間兩年作議論 最後結尾的時候作個抒情 這真首詩 是如此 那這種詩能夠細年嗎 因為有一個明確的避免 抽比例 那當然可以根據李商隱的由衷 他的遊歷的一個過程 的確可以大約找到一個細年 可是事實上會有一點困難 是因為李商隱經過醜比異 不是只有一次 有三次 李商隱經過醜比異 應該有三次 第一次 是大宗二年 唐宣宗大宗二年 這一年就是李商隱已經 從那個桂館觀察史 剛才我們講的那首詩的時候 他是在桂館觀察室 馮浩認為是在桂館觀察室 的幕僚長書記 到那一點 鄭亞就已經被 幾乎是貶關了 離開了桂館觀察室 就散幕了 李商隱也就 他的工作也就結束了 他就要回到長安 那麼在中途的時候 曾經 順道去遊蜀地 去遊四川蜀地 這是一次 第二次是大宗五年 大宗五年這一年 他接受 柳仲穎的徵召 到四川去 因為柳仲穎 擔任東川捷渡使 這次是大宗五年 大宗五年 在東川的 柳仲穎的墓的時候 可能會經過 這是第二次 第三次是大宗十年 李商隱在東川這個地方 一直帶到大宗十年 回京的時候 那麼這個可能會 會有經過這個地方 所以張和田把它 系在大宗五年 那為什麼他不系 大宗十年回京 可能會路過這個 醜比翼 那為什麼張和田 不把它放在大宗十年 三次 那為什麼會選 大宗五年這一年 這關係到他 最後那一句的解釋 他年僅禮京慈廟 梁府銀城恨友誼 因為張和田 把他年 解釋為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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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往年就是前面那一次 就是大宗五年 所以他把它解釋成大宗五年 因為他年指的是往年 但事實上他年 這個詞彙在古典寺裡頭 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往年 或是來年 是未來 所以這個地方簡單講 就是說他 大體上是可系年 但是會有出入 因為 你要怎麼斷定他是大宗二年 還是大宗五年 還是大宗十年 這個就有點不太能確定 那冯浩是把他編在大宗六年 把他編在大宗六年 因為 為什麼這樣系年呢 因為大宗二年 他從桂館觀察室回長安 他順道去游蜀的時候 游蜀的時候 游蜀的時候 他順道游蜀 正好就在三年 大宗二年 他游蜀不是一下就走了 這個地方待了一小段時間 因此在大宗三年的時候 他有寫過一首詩 叫五侯廟古伯 李商榮詩裡頭 會查得到 五侯廟古伯 那 為什麼三年這一年會寫 五侯廟古伯 而張友田認為 大宗二年 這一年 李商榮並沒有去成渡 為什麼 因為五侯廟古伯 在成都 所以這個地方是事實上認定有出入 馮浩認為 他大宗二年 游蜀的時候 有到過成都 才寫了五侯廟古伯 那 這是他的認定 那張二年認為說 大宗二年他沒有到成都去 為什麼 因為成都是西川還是東川 四川分成東川西川 兩個到 成都是西川 那李商榮應應柳仲榮去徵召 是在東川 是在東川 沒有到西川 那 李商榮到西川 是因為 因為 在大宗五年 這一年 他擔任柳仲榮的 牧鳥官的時候 曾經奉令到西川出任務 到西川出任務 因此 把這首詩 就 系在 大宗十年 因為他說 他年 就是大宗五年 這一年 復西川 的時候 才 有寫到這個 所以 歸圖之中 有經過 這個 這個 丑比翼 這個丑比翼 這個丑比翼在拿 這是我們從地圖來看 這條是長江 成都在 成都在西川 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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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叫做渝州 渝州在東川 當東川截渡時的幕僚 是人在東川 然後他到西川去 出任務 所以 馮浩把那一首 武侯廟 琥伯 系在大宗三年 張惡廷 不承認 那麼 他大宗二年去由 數的時候 沒有遠到成都去啦 只到東川他就走了 所以他不會到成都 因為武侯廟古博是在成都 那成都 這個地方呢 有一條 我在那邊叫有一條水 這個叫漢水 漢水 漢水是長江的支流 所以在成都往上面去 也不算很遠 也不算很遠 這個地方 就有一個地點 這個是廣原縣 廣原 李白在四川的時候 大體上是在廣原 明州這一帶廣原縣 那廣原縣上面有一個 廠叫曹天廠 叫曹天廠 曹天廠的上面一點點 就有一個叫神宣義 神宣義 大體上的一個歷史 那醜比翼就是在這個地方 就廣原曹天廠這一帶 所以我們第一個註解 第一個就是一統治 一統治 這個一統治是應該指的是 因為原代也有一統治 明代也有一統治 清代有一統治 那原代一統治已經善意了 看不到 那我們今天至少還有明一統治 這邊可能指的是 因為他講一統治 沒有標門是清代還是明代 那明代一統治 清代的一統治 就是乾隆時代 那個和聲奉命去修傳 因為這個是國家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僵域的一種記載的書 所以說保寧府廣原縣 我剛才講 這個北面八十里的地方 有個醜比翼 我剛才畫了那個廣原縣 各位就知道 他北方一點點 那麼蜀相諸葛亮出師的時候 曾經駐紮在這個地方 唐代理衣山詩雲 就是上面這首醜比翼的歌詠 全屬異文字裡面 立州碑幕 就有李毅三碑 在醜比翼 因冰火不存 已經被毀掉 那案現在根據王阮廷 王阮廷就是王宇陽 王世貞 數到翼城 曹天霞上有醜比翼 廣原縣的北方八十里 曹天霞那個地方 就有醜比翼 這個醜比翼其實就是 智書所講的神宣 智書位級神宣律是不對的 所以應該這個醜比翼就是在曹天霞的位置 那上面那個神宣律並不等同於抽比翼 就大體上我們了解 那假如說回長安去的時候 一般就是循著漢水 循著漢水會走那個戰道 那麼像唐明皇到四川的時候 也是從那個陝西長安到甘肅 循著漢水走那個戰道 一直到四川來 所以假如李商隱回長安去的時候 也應該可能循著這條路 所以會經過醜比翼 這個是張耳田的判斷 所以系醜比翼在大東十年 回長安去的時候 然後經過這個地方 那他把他年就解釋成大東五年了 那麼這個循西川退育的時候 那假如是這樣子的話 李商隱的 在張耳田的看法裡 李商隱經過錯比有兩次 五年的時候有去過一次 那後來十年回長安的時候又經過 所以他年僅領經持廟 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好 那我想這首詩大體上的背景是這樣 但是我們要說一句話就是說 系在哪一年 對這首詩的解釋 都沒有任何決定性的影響 你放在大中二年也好 放在大中五年也好 放在大中十年也好 這個時間對一首懷骨永史 這首詩的本身的意義 都不太有決定性的影響 所以系年的意義不大 我只是把這樣的一個 他們的系年稍微給各位介紹一下 介紹完了以後 你可以把它忘掉 忘掉以後 我們就直接來讀這首詩 我只是告訴各位 解一首詩有些系年是必要的 因為不系年 那首詩裡頭有些意義無法解釋 像杜甫很多詩 你不系年 它的確是有些地方費解 寫不清楚 那有些詩不必系年 因為做在哪一年 跟他寫說 這首詩本身的意義 不相干 那就可以不必系年 所以詩要系年不系年 要問一個基本問題 對這首詩的詮釋 系年是不是一個必要 那是不是真的可系年 這首詩真的可以系年 事實上可以系年 那系年又是會影響到 我們對一首詩的解釋 你就要做系年 那假如這一首詩不可系年 沒有確定的一個答案 然後不系年 也不影響我們對這首詩的解釋 那就不系年 因此做研究 要系年不要系年 不要氾濫 一概而論 那這個未詩文系年 我覺得發展到清代 一直到現在 浮爛不堪 浮爛不堪 我看很多詩集的監柱 那個系年都是浮爛不堪 所以你知道光是 李商隱詩的這個系年 從朱赫嶺發展到彭浩 系年是增加多少倍啊 朱赫嶺還是很保守 有些是無法系年 他還是不系的 這是正確的態度 到彭浩系年已經 你看他三卷裡頭 有兩卷是系年 已經有三分之二了 四百多首了 都已經是腐爛到不堪的地步了 朱赫嶺都還好 幾十首 他明確可以系年 那地方因此我們今天 對做一個詩集的監柱 研究是否必須系年 千萬不要被以前 前人這種詩文系年的一個做法 被狂死啦 你要跟著什麼都要去系年 這個不對 這個問題要重新翻新 就以我剛才那個原則去下判斷 明確有文獻根據可系年 同時系的年 才對這首詩的解釋 有相當關鍵性的影響 這個就要系年 這不是說系年一定不能做 而是說你做得恰不恰當 那假如說一首詩沒有文獻根據 無法系年 你幹嘛勉強咧 那馮浩的問題就在 他用以意逆制 去做知人論事 明明不可系年 他也勉強系年 就是他這個監柱本裡頭 最嚴重的問題 非常嚴重 所以像這種東西 你們在讀前人的一種 這些東西的時候 這要有一個思考 不要說他講了你就相信了 不可系年亂系年就不對了 所以不可系年 然後不系年 對這首詩的解釋 也沒有任何影響 那真的不要系年 比如說我們前面講過 那永禪那首詩 那系什麼年 那永物系什麼好系年 根本沒有什麼任何歷史的一個 判斷的元素在那裡面 沒有啊 毫無根據 還會來個 細謂此詩當在詩詩荒唐 仔細的品味這首詩 應該寫在這一年 這哪裡是一個 所以他被後人罵也是有道理的 可是像李慈銘 因為蠻唐日記 就認為他用功太多 用功用了很多 可是效果不好 四倍功半 哇 那那麼大力氣 捐住一本獅子 搞成那樣子 沒有贏 所以這個地方 做學問 要懂得某種彈性 方法很重要 所以講一首詩 我不單只是講這一首詩 還同時 提示各位一些 研究的方法問題 希望對你們有此發 好 今天講到此地 謝謝老師 多謝 甫 蔡 零 零 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